我怕 我怕 深夜里熊熊烈火 伴随黑烟只窜天际 屏東明陽高爾夫球代工廠 发生严重爆炸事件 傍晚5點42分 工廠起火燃燒 屏東消防局抵達現場 但沒隔多久 爆炸聲響划破天际 屋頂建材噴飛空中 員工拔腿狂奔四處竄逃 工廠瞬間被炸爛 有沒有人 廠房屋頂整片塌陷 消防員冒險進場 深深呼喊要確認 有沒有人受困 很嚴重 現場滿地瓦砌碎片 停放的車輛 車窗車身都被炸得破碎 事故現場宛如斬地 第一時間成功逃出的員工 滿身滿臉都是塵土 回想事發當下 還心有餘悸 有車沒有人 有車你先自己用車載 受傷員工滿手鮮血 蹲坐路邊等待救護車 同一時間屏東消防局二分隊 組成七人小組 五點五十七分進場 沒想到才剛進入 就發現苗頭不對 現場煙霧越來越大 帶隊官下令撤退 就在這瞬間工廠發生爆炸 都在裡面有的人 爆炸 快點 他們從側門進去 套牆的那一個方向 往這邊這個方向 他們在撤退的時候就爆炸了 逃出來的消防員顧不得自己身體傷痛 只喊著趕快再去救人 因為還有隊員受困火場 晚間近六點半 二度爆炸 但傳來的還是壞消息 第一時間七人小隊只有三人 逃了出來 晚間六點五十五分 發現第一名隊員 但帶出火場時已經歐卡 送醫後七點二十二分 選告不致 後面還有還有人員受傷 然後現在還是在調度那個救護車 屏東高雄消防局共出動七十八車 近兩百人到場搶救 工廠裡除了有粉塵 還堆放滿滿化學物 讓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深夜十點多三度爆炸 大火一路蔓延到二場 空拍畫面更震撼 兩公頃廠房全面陷入火海 救難人員一度宣布撤退 暫停救援工作 公市政府也出動了 打火弟兄 晚間十一點零八分 就在記者連線到一半 工廠四度爆炸 火勢燒得更猛烈 大火延燒二十一小時 直到二十三號下午三點半 才控制住火勢 但一場大火 造成三名消防員殉職 還有一人已久失聯 民洋員工也有三人罹難 三人失聯 更有近百人 因此受傷送醫 也成為二零一八年 桃園進棚大火後 最慘意外 靜新闻中華報導